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Schooldesk這部動畫 就讀主角高中的男主角伊藤成 從很久以前開始 就注意到搭乘同輛電車的 超可愛的同校女孩 關於女孩的事情 只知道她是隔壁班的桂妍夜 簡稱小夜 好像很喜歡看書的樣子 雖然從沒去打過招呼 也完全不認識 但每天只要遠遠看上小夜一眼 一整天就開心的要死 那學校裡 有一個關於戀愛魔法的傳言 就是把喜歡的人的照片 當成手機代機圖 只要三個星期沒人發現的話 戀愛就能成功 所以男主角就打算來試試看 可惜她準備開趟手機時 照片就馬上被隔壁同學 戲院似世界 簡稱小事給發現 上課時 小事就傳紙條 和男主角聊相關事情 像小夜很可愛啊 怎麼會喜歡她啊 戀愛魔法是第幾天了啊 也在知道才第一天後 內心充滿愧疚感 集結課後 小事突然把男主角抓到 不會有人打擾了學校頂樓 用肉體補償她 喔沒有 我沒有這麼想 小事是告訴她說 剛才我已經神護奇蹟 跟小夜變成好朋友 還約了她中午一起吃飯呢 畢竟你又高又帥 在女生中很有人氣 人家又不小心破壞你的戀愛魔法 不幫你說不過去嘛 於是中午時 三人就到頂樓一起吃飯 小事還借故離開 幫男主角就造獨處機會 不過她很沒用 除了尬聊什麼也不會 但身為主角 怎麼能一直沒用下去呢 因此隔天一早 男主角就鼓起勇氣向小夜告白 沒想到的是 小夜竟然也答應了 原來 其實小夜在搭電車時 也有注意到男主角 也漸漸對她產生好感 總之她很感激小事牽線 才有現在這樣的結果 而男主角也非常感謝小事 並說能幫她做任何事 來回報這個大人情 萬萬沒想到 小事聽完後就突然走向她 突然彎下腰 突然深情的穩了上去 還溫柔的說 只要這樣就夠了 突如其來的舉動 讓男主角震驚到無法動彈 只能傻坐在椅子上 看著小事搭車遠去 最後男主角暫且忘記此事 開開心心和小夜約會完了 只是她還是個處男 一下就被驚蟲攻占腦部 光是牽手都會硬 手緊張的硬邦邦 還動不動就露出噁心章魚嘴 想要和小夜Kiss 可是小夜很害羞 況且又是初戀 情急之下就賞了她一巴掌 最後男主角將約會過程 分享給小事聽 氣得小事大罵她 要多注意女孩子的感受 還說之前會親她 只是像外國人打招呼那樣而已 女孩子不是想親就親弟 要她別操之過急 小事還幫她去和小夜溝通 一番叛談交信後也了解到 小夜就是太害羞 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小事便替她加油 要她主動一點 畢竟男生 就是由精蟲組成的生物嘛 聽了這番話後 小夜終於明白該怎麼做 因此她立刻衝去找男主角 一個馬步向前 再使出擒拿手 然後把腳墊高 舉無的親了上去 女孩子偶爾也要主動 才不會辜負男孩子嘛 最後兩人的感情變得越來越親密 時不時就會親一下 可是每當男主角 想要下一步時 都會被小夜拒絕 讓她漸漸覺得 和小夜交往也太累太麻煩了 翻譯舉落就是 不給那個很不爽啦 於是她將這些心情和小事分享 小事則語出驚人 說可以當她的練習對象 幫她學習控制精蟲 所以兩人立刻跑到學校頂樓 練習各種控制技巧 小事還能大方的把內內給她摸 天啊 有沒有人願意幫阿菲特訓的 那經過這些令人臉紅心態的特訓後 男主角就發現 自己好像喜歡上小事了耶 因此某天和小夜分開後 她就立刻搭車去找小事 起初小事不想見她 不想背叛小夜 但卻敵不過內心的慾望 還是答應碰面 因為啊 其實她也很喜歡男主角 一開始是看她喜歡小夜 才忍痛幫忙牽線 既然現在雙方情投意合 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啦 哪怕男主角全身上下都是金蟲 愛了就是愛了 兩人還像是要補進度一樣的 馬上回家做大人的摔角運動 從此以後 兩人時不時就會在各處做運動 還發展到同居顧夜的地步 但男主角也沒跟小夜提分手 只是不太理他而已 這就是高招啊 你各位還不好好學學 說不定還能得到3P的機會呢 不過兩人偷情的是 很快就被小夜發現 可是他太愛男主角了 雖然傷得很深卻沒有攤牌 還認為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 某天 小夜來找男主角 想幫他煮個飯啥的 可一看到門口有雙女蝎就知道小事在這 因此他只問男主角 過兩天學校舉辦派對 要不要一起跳舞 啊男主角為了打發他走 就是會考慮看看 卻讓小夜高興的不得了 那在旁邊 從頭聽到尾的小事 就很不爽啊 到底誰才是女朋友啦 所以他等小夜離開後 就氣得馬上衝出門閃人 然後就很巧的 遇到了還沒走的小夜 和他充滿憤怒的一巴掌 之後小事把這事告訴男主角 他也因此稍微變得收斂一點 一點點而已 大概兩分鐘吧 愛情是很複雜的啦 很快 到了學校派對當天 小事也邀請男主角一起跳舞 因為依照學校傳統 這等於向所有人宣告兩人在交往 對女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儀式 不過男主角哪管這麼多 他人形金蟲欸 那運動才是最重要的 這時 有個一直安憐他的女同學A 就剛好跳出來跟他表白 還把他帶到一間黑黑暗暗的小房間裡 直接逆推倒硬上他 懂了吧 人帥真好 人醜吃草 只要你夠高夠帥 這些絕對不是夢 最後男主角爽到完全忘記小夜 直接帶著小事去跳舞 結果收到消息的小夜 崩潰到心神喪失 還倒霉被一個喜歡他的 噁心男同學推倒硬上 比扯鈴還要扯 希望你各位 千萬比變成這種人形金蟲 然後當他忍得劇烈疼痛 好不容易來到派對現場時 看到的畫面 更是讓他心碎到無法修復 難過的跌坐地面痛哭 但小夜愛的實在太深了 一點放棄的意思都沒有 甚至更加熱情的 邀約男主角過夜 想要肉體來挽回一切 可是小事的好朋友 女同學B 認為男主角是在跟小事交往 自然不願意這種奇怪女生接近 就靠一招強吻男主角 逼迫他和小夜分手 更扯的是 女同學B還為了小事的幸福 願意獻出自己的肉體 任男主角處置 只希望他別再亂搞 男主角一聽 金蟲之力馬上大爆發 接下來就不用多說了吧 幾天後 小事意外發現 男主角和女同學A竟然有一腿 讓他大受打擊到不想上學 那有個女同學C 原本來找男主角 想帶他去安慰小事 結果養人卻莫名其妙 發生了超友誼關係 還有女同學DEF 知道有一大堆人和男主角運動後 就覺得他好像很刁很厲害 便也約他一起4P運動多人混戰 這就是人心金蟲的魔力啊 反正被抓到就說是朋友 不小心滑進去 或是犯了全天下男人 都會犯的錯就好了嘛 另一邊 有兩件大事正在發生 一是小異已經崩潰到 會自己一個人拿手機 假裝在跟男主角聊天 二是小事發現 自己竟然懷孕了 他也把這事趕緊告訴男主角 希望他能負責 但人心金蟲 當然是不負眾望 不負責的態度 讓小事氣到在全班面前大喊 這是你的孩子 負點責任好嗎 結果這事就在學校傳開 所有和他優然的女同學 為了避免更多麻煩 就通通跟他斷了聯繫 到了最後 男主角沒人可以搞 只好又跑去找小葉哭哭 說他才是真愛 想永遠和他在一起 還帶著小葉一起去吃高檔料理 完全不管一個人在家煮飯 等他回來的小事 更過分的是 他還把小葉帶回家 當面接吻給小事看 暗示他有孩子就滾一邊去 至於小葉嘛 愛的實在太深 完全正在男主角這邊 還大罵小事 是個不要臉的狐狸精 要他快點去醫院把孩子打掉 幾天後 小事來找男主角想私下談談 但當他看見 自己之前做的料理 被當成垃圾一樣丟棄時 心靈徹底崩壞死了 空氣 那想來幫男主角做飯的小葉 看見艾倫死得如此淒慘 心也整顆黑掉壞掉 於是才發簡訊 把小葉找來學校頂樓談判 並忍不防地從背後跳出來說 其實你根本沒有懷孕 是為了讓男主角回心轉意 才說謊對吧 小葉一聽 就大喊自己付出這麼多 憑什麼不能當他女朋友 詭異的是 小葉竟說男主角就在旁邊袋子裡 不妨問問他如何 被這話嚇到了小葉 就轉身打開袋子查看 沒想到裡面裝的 竟然是男主角的頭啊 下個瞬間 小葉就掏出一把大刀 打算來驗證小事 到底有沒有懷孕 最後 小葉抱著愛人搭著小船 飄在海洋上 靜靜享受著 兩人的甜蜜時光 看完後我就在想 如果你能當隻成功的人形金蟲 就不用擔心被女孩子砍嚕 應該啦